排阵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每年都保持在 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121万亿 近70万亿元年均增长6.2% 实现了中高速增长用客观规律 坚决反对空谈不发做表面问题 坚定扩大对外开放 深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 推动进出口稳中体制 加大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建设一批海外舱 推进通关便利化 进口出口通关时间分别压减67%和92% 关税总水平从9.8%降至7.4% 进出口稳定增长 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持续放宽外资市场转入 制造业领域基本全面放开 已设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 我国持续成为外商投资信业的热度 推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 实施一批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项目 新签和升级六个自贸协定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